文能抒情 自为心话 带您前往何创始书法基金会 阅读来自明朝的信件 明代的耻读就是书信 那片纸短间 墨迹数行 即可传达深厚的情谊和丰富的思想 展览特别聚焦在几个面向 文真明六代家族 是明朝中叶开始绵延150年的文艺世家 集合文人 书 画 钻科 艺术的先驱者 也是实践文人美学生活化的领航人 以文艺为根基的百年世家刘峰 更折射出明代家族文化教育的成功 这次展出的作品中 有文真明的文学老师吴宽 书房老师李应珍和与文真明同列江南四大才子的驻五名 另外 与著文合称 书法 五中三家的王宠 也参与这回雅集 同时 明末寺公子中 纯真慧 方语志 茂香三位公子也风流巨首 一封信 流流数语 看似简单 但却包含一个人的文采 情思 喜好 至上 艺术表现 也延伸出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关系 甚至是八卦留言 各种生活新鲜事 从点到线到面 映照出当时的社会环境氛围和文化精神价值 文能抒情 自为心化 笔尖能传达书写者的温度 十方新闻记者 莱一荣台北采访报道